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精明的老板 为了避免食客在品尝鰻鱼时吃到鱼刺 跟缩短鰻鱼的品尝周期 他只取用精明的鰻鱼苗制作 在国内 鰻鱼的地位或许跟我们常吃的食鰻鱼相差无几 但到了这个是鰻鱼如生命的当地来说 品尝鰻鱼成为了有缘人极具变识度的标签 老板充分拿捏这一理念 用刚捕捞上来的鰻鱼苗来替代鰻鱼 有别于各大饱满的鰻鱼 鰻鱼苗的身体还未发育长成 解决了食客品尝鰻鱼十次多的顾虑 而且鲜活舞动的鰻鱼苗 能让食客清晰直观地感受鲜甜在唇齿跳动的刺激感 极具活力的品尝体验搭配精致无瑕的摆盘 让老板的鰻鱼饭堪比黄金 老板更是夸张到根据金价的走势来决定这碗鰻鱼饭的价值 在米其林三星餐厅还在一份作为单位的时候 这家不大的小摊却如黄金般以克莱作为了衡量单位 它的品尝也极为讲究 将分割所用的薄荷叶抽出 让城隍的蛋黄渗入鰻鱼苗 这份不可多得的海鲜盛宴品尝前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一口下去 就足以刷新有缘人对鰻鱼的认知